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李方主持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 and she titled it Growing in Faith at the beginning of my gardening journey I'd wake up early and run to my vegetable garden to see if anything had sprouted nothing after an internet search for fast garden growth I learned that the seeding st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hase of a plant's lifespan knowing now that this process couldn't be rushed I came to appreciate the strength of small sprouts fight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soil toward the sun and their resilience to temperamental weather after waiting patiently for a few weeks I was finally greeted by bursts of green sprouts creeping through the soil Sometimes it's easy to praise the victories and triumphs in our lives without similarly acknowledging that growth in our character often comes through time and struggle James instructs us to consider it pure joy when we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ut what could possibly be delightful about trials? God will sometimes allow us to go through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so that we can be molded into who he's called us to be He waits in anticipation for us to come out of the trials of lif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By staying grounded in Jesus we can persevere through any challenge growing stronger and ultimately allowing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to blossom in our lives His wisdom gives us the nourishment we need to truly flourish each and every day Today's Our Daily Bread devotional scripture reading is from James chapter 1 verses 2 through 4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 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Let's pray Dear Heavenly Father sometimes the trials we face seem unbearable Please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persevere and help us as we grow in faith and develop into the fruit bearing believers that you've called us to be Thank you Lord It'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Thank you very much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日凉 我们要接着新约的雅各书 第一章的二到四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信心成长 信心成长 在刚开始迷上园艺的时候 我都会早早起床 跑到菜园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种子 冒出了幼芽 但什么也没有 上网搜寻植物快速成长的 相关资料后 我才知道幼苗期 是植物生长期间 最重要的阶段 绝不能操之过急 于是我转而欣赏 这些小嫩芽 努力突破土壤 迎向阳光的坚毅斗志 以及它们对天气 变化的适应能力 经过几个星期的 耐心等待之后 我终于迎来了一片 从土壤冒出头的小绿芽 许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赞赏自己 在生活中的成功 和美好成果 但却往往忽视了 我们的性格成长 通常是需要经过时间 和艰难来雕塑而成的 雅各教导我们 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但面对试炼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上帝有时会让我们 经历艰辛和苦难 好让我们塑造成 祂所喜悦的美好样式 并期待我们能 克服人生的试炼 得以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我们挣扎在耶稣里 便能承受各种挑战 且越发坚强 最终让我们的生命 结出圣灵的果子 祂的智慧 会给予我们所需的养分 使我们每一天 都确实地 能够茁壮成长 您最近正经历 哪些考验呢 在这些的经历当中 您学会了什么呢 我们要来到 亲爱的天父面前 有时候 我们似乎无法承受 所面临的考验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继续坚持下去 让我们的信心成长 成为和神心意 多结果子的信徒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 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新约的雅各书 第一章的二到四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信心成长 圣经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我们的圣经就 攻读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各 雅各原是主耶稣 四个兄弟之一 原来他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 后来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他就跟定了基督 并且敬拜基督 在加拉太书里称他为 耶路撒冷教会的著实 也有人称他为 公义的雅各 他写雅各书 是为着要改正教会当中一些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有一些人 宣称他们是相信主耶稣的 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 却跟基督的福音不相称 他们的信仰 只不过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 认同基督徒的身份 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 却与不信的人 没什么分别 雅各也为着要指明 正确的基督徒信仰 他一再地说明 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他所领受的是神的道 而神的道 必然是栽种在一个人的心里 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语行为上 看出这个人的信仰 是不是纯正 雅各说 要真的认识这个人的信仰 是不是真的相信主 那就需要看 他的行为 是不是从信心而来的表现 所以这卷书对于今天的基督徒 也有相当务实的警戒 因为古今基督徒 都有同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 那就是我们可能专注于 建造属灵的空中楼阁 而忽略了脚踏实地的生活 最后落得表里不一 亏缺了神的荣耀 相信我们也不难听到 有些人批评我们基督徒 道理说的都很好 行为却不见得那么好 我们要求主 怜悯帮助我们 但愿雅各书是一面 属灵的镜子 帮助我们在听道 也能够行道 信心要有行为 无论在属灵方面 还有做人处事上 求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谦卑地倚靠神 克敬我们做人的本分 使我们成为真正的 正常的基督徒 其实信心一定会表现在 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上 换一句话说 若是没有行为的信心 它对我们基督徒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帮助 反而会招致神的审判 雅各却是有一个真实的行为表现 也可以说 他有真实的生活见证 在这封书信一开始 他没有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兄弟 他自称是做神 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仆人这个字 按照希腊文的意思 他含有受约束 被捆绑 以主人的心意为他的心意 没有行动的自由 仆人这个字也包含着 是生在主人家中的奴隶 而且愿意这一生 都是为着服侍主人 讨主人的喜悦 雅各在这里自称的身份 仆人也应当是我们的 我们也应当是毫无保留的 献上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还有那一点神给我们的恩赐 竭尽一切所能地来服侍主 并且以服侍主作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要求只是对牧师传道 不 是对所有的基督徒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已经是与主耶稣 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 我们所献上的是活祭 也是繁祭 就是保罗所说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们一参与到侍奉 就有征战 不过我们征战的对象 是世界 也是仇敌 可能有人会说 会有苦难吗 主耶稣说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有苦难 因为罪给人带来苦难 但是跟随基督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 却有平安 就像雅各 在第一章的第二节 我们攻读的经文里 他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陷进了 跌入了 百般的考验中 都要全然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 欢欢喜喜的 大大的喜乐 其实没有人喜欢试炼的 因为它是一种苦难的际遇 但是如果这个试炼 是为着成全我们 那么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 雅各形容这个试炼 他说是百般的试炼 这就表示 这个试炼不但是随时会来 而且会用不同的形态出现 其实我们基督徒一切的遭遇 都是出于神的安排 或是神的允许 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 也这么说 因此不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是好 还是坏 是甘甜的 还是苦难的 我们都要以喜乐的心 全盘地接受 因为这些试炼 既是神允许的 他一定对我们基督徒的品格 是有帮助的 虽然一般人呢 看试炼 都是有害 无益的遭遇 但是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人 灵里已经重生的人 里面的心眼 也已经被打开了 因此 当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基督徒的喜乐 就不会因为外面的平顺 所产生的 乃是由于内在的喜乐 仍然能够自得其乐 一位成熟的基督徒 人生经验丰富的基督徒 我们的情绪 千万不要被环境左右 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 自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对于我们自身 还有周围 所发生的事物 应当有不同的眼光 不能够再以外面的得失来看待 而应该以属灵的观点 和永恒的价值来评估 所以凡是对我们灵性 有帮助的事 这些都值得我们 用喜乐的心来看待 至于身体是不是安康 我们的魂里面 是不是有享受 这些并不值得我们 引以为大喜乐 我们在人间会经历 得也会经历失 当我们经历人间的失丧 却也正是在经历 在主里面的得着 当我们失丧了属地的东西 这不正是为着有更多的空间 为属灵的事吗 其实我们最大的失丧 不是失丧了什么东西 是失掉了与主之间的关系 属地的失丧 失丧的越多 我们在属灵的得着 也就越多 这样我们慢慢地 就可以脱离属地的烦恼 私欲的牵引 最后圣志 我们也愿意脱离属地的快乐 我们的心灵就会一天 比一天更靠近我们的神 圣灵我们的神也在吸引我们 向上举目 其实我们这一生啊 圣灵是不断地工作 工作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属地的关系里 为的是要让我们与神 有更深的合一 因为今生不是永生 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是 更美的迦南地 那是天上的迦南地 神要亲自地 用祂慈爱的手 引导我们走向前 所以彼得说 神已经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因此雅各也勉励我们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陷 只是我们在经历试炼 或者说试验的时候 它与试探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必须要将这两点的不同的来源 加以区别 像试炼或者是试验的来源 是出于神的 是善意的 这个目的是叫人得益处 但是试探的来源 却是出于恶者 魔鬼是恶意的 他的目的是要陷害我们 使我们犯罪 一般来说 试探呢 多半是从 人的私欲方面 来诱惑我们 魔鬼会叫人 放纵情欲 使人借着某一件事情 受到试验 受到灾害 结果是使人痛苦 可是圣灵的工作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的目的 却完全不是这样 神会借着苦难 有时候这个苦难是 来自于仇敌的诡计 但是神却借着魔鬼的试探 来试验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 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 这就像旧约里的约伯 也像旧约里的约瑟 他被兄弟们出卖 还要经过那么多的冤屈 被人误会 被人遗忘 最后时间到了 他的信心也被磨练的 像宝剑一样的光亮 神就可以使用它 把它放在埃及宰相的宝座上 所以我们经过试验 就能够生出忍耐 然而忍耐会使人成熟 使人更有智慧 因此诗篇 1195篇的诗人说 你使我受苦 是以诚实待我 他在感谢神 在陶冶他 在试炼中 更认识神的智慧 所以雅各说 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而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同时圣经告诉我们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么好的赏赐 弟兄姐妹 圣经已经明显地告诉了我们 帮助我们在冤屈试炼中 放心地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 虽然试炼像火一般的考验 却能够炼净杂质 使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 因此试炼并不是要 鉴定我们这个人 是不是有信心 而是要强化 已经存在我们里面的信心 还有忍耐 这里所说的忍耐 绝对不是逆来顺受 被动地屈服 而是指强烈地 主动地 挑战式地来面对环境 以行为证明 我们的救主能够真正地 带给我们喜乐和满足 还有智慧与刚强 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自然会起起伏伏 但是忍耐 可以使这种情绪受到支配 这是很宝贵的 只有懂得忍耐的人 才能够有主动的坚固性 主动地对付试炼 帮助我们的信仰 最终不是只在于情感 或者是理性的层面 而是将它扩展到了 我们的意志里面 虽然我们并不是很懂得 如何地使用意志 可是圣灵却知道 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意志 交给主 祂必带领 使神的旨意 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 让我们同心地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疼爱我们的救主 主啊我们愿意 纯全完备地活在祢的前面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信仰里 因为清静圣洁的神 主啊祢就能帮助我们 达到成全完备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读经 我们祷告 我们仍然有许多事 不明白 不懂得如何做 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主的前面 主说 祂就将智慧赐给我们 只要愿意来到神的前面 主必赐给我们智慧 也必保守我们 全家平安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